各位观众好,我是阿唐 欢迎来到唐诗小学堂第2021423集 我们今天要来解说的唐诗是柳宗园的江雪 江雪是什么意思呢? 顾名思义就是江加雪,江边布满白雪 像这样 I have a 江 I have a 雪 O 江雪 接下来,让我们来看看诗词,一句一句来 千山鸟飞绝,意思是高山中没有任何飞鸟 途中有几只飞鸟,所以是错误的 这张图才是对的哦 万镜仁宗面,则是江边完全看不到人影 这张图里出现了两个小人,所以也是错误的 把人移除后就符合诗词咯 孤舟苏利翁,指的是一名老人在江中划着船 最后,读吊含江雪,说的就是老人在江中与寒冷中读吊 透过图片,大家都了解这首诗的内容了吗? 其实,这首诗有一个特别含义 这首诗中,老人独自在江中钓鱼 而他,即使在波涛汹涌,大雪纷飞的江中,也不放弃 所以,这首诗告诉我们,我们要坚强不轻言放弃 唯有坚强,才能步入成功的道路 古诗中,蕴藏了许多人生道理 多读诗词,或许可以有所领悟 我是阿唐,感谢您收看节目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